默示六简教 独利奥神父是一位意大利人 是一位圣经徒者 他在美兰神学院作为一个教授 写了不少关于圣经的书籍 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圣经 默示六简教 入望默示六 导演部分的失事 本人冲心问候各位观众 我们在这次讲题开始一个新的系列 我们集中介绍默示六 又叫做《约望默示六》 是新约的最后一本书 这本书引人入圣 但是读起上来就有点困难 因为它写作体材 与我们今天所习惯的是很不同 《约望》这本书 是在主后一世纪尾写成 它与文学体材 就好像今天我们称之为 《约望默示文汉》 又或者译作《启示》 正正正就是新约最后一部书的书名 这本书的第一个字就是默示 第一个困难是在我们现在的语言里面 尤其是在记者口里面 这个字通常被用来形容天灾和灾难性事件 实际上这个希腊文在英文是 Apocalypse 意思是启示 正正就是这个书的英文名 这个字其实是由两个字所组成 Apocalypse 意思是指消除和排除 然后Kalipto 是动词 是指隐藏又或者掩盖某一种事物 正正就是这样 如果有人疑随覆盖问 意思就是将遮蓋揭开 容易展露那些曾经隐藏其中的内容 所以Apocalypse 的意思 Apocalypse 在中文就是解 揭示 天启 尤其是指尖难的时期底下 经文地写 耶稣基督的启示 那这本书是要显示什么呢? 通常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很多人会说 显示世界末日 我们要由一开始就要说明 马克思路不是说世界末日 书的标题是 耶稣基督的启示 也就是身为基督的耶稣的启示 正因为是这样 和新的其他书一样 这部书也是关于耶稣基督 他揭示了谁是墨西亚耶稣 而最重要的是揭示了耶稣在� 领导世界方面的角色 若望一开始 是墨观复活的基督 也就是墨观复活之后 经历了死亡和复活奥秘的基督 由他升天去到天上 坐在天父的右边 并且为旺统治 圣保禄曾经写信给格林多人 这样说 基督必须为王统治 直到天主把所有的仇敌都制伏在他的脚下 博士路由一开始就显示了旧熟的历史 由亚当甚至由天使的堕落说起 列出了天主怜悯地干预人类历史 以拯救我们各个阶段 扭转各世的决定性事件 就是耶稣的死亡和复活 现在是基督统治到来的时候 因为这位复活者已经升到天上 坐在天父的右边 他的统治是没有尽头 主已经取得自己的国度 他已经确立了国度 并且正在掌权 儘管世界仍然继续走近歪道 而初期时代的基督徒团体 特别是居住在圣若望周围的基督徒 即是位于小亚西亚首都厄弗所附近的地区 也即是吉人 在土耳其的西海外 而当时这个区域的基督徒面临严重困境 或者有人已经想到 怎有可能认定基督是掌权的统治者 而不是罗马皇帝在统治呢? 另外,我们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抹壁 比如经济规律 市场规律 而我们正正处于极大的不安和压迫里面 麦士录的诞生 是要为人带来安慰和鼓励 对象自然是一个经历艱苦考验的信仰团体 这是典型的麦士类型文学 他写下麦士作品 是要将那些被掩盖住的 正在发生的事情显露出来 就是说我们没有被上主抛弃 世界不是受黑暗势力的支配 就算邪恶似乎还行霸道 但是统治和王权 仍然是属于上主和他的基督 正因为是这样 若望揭示了基督的主权 而安慰在困难的基督徒 并且鼓励他们在基督徒信仰的 见证里面保持一致 基督徒有各种困难 首先是罗马人和他们为敌 因为帝国开始是要求那些人 要顺服并且崇拜皇帝 就好像崇拜神明 希腊文化对基督徒也是严重的问题 因为希腊哲学和魔术一样的思维方式 在厄弗所是一种流行的风俗 他们还遇到了我个一区80年代 非常强大的犹太教的攻击 因为犹太教认为基督徒是异端分子 是引起强烈争议 基督徒团体内部也有难提 他们因为意见不同而分裂 有些就追随这种思想 而有些是另一种思想 他们彼此敌对 在这个艰难的情况下 下约望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的启示 即是启示录就诞生了 这个作品的第一章 就是书的名字 然后以若望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体材 呈现了阿世亚几处教会团体的样貌 当提到Asia、阿世亚这个时候 是指罗马的一个省 今天我们用Asia这个词 是表示广阔的亚洲大陆 在若望的时代 阿世亚这个区域 有七个城市接受了若望发出的信息 这个并不是说 只是这些城市有基督徒团体 但是默示录里面的数字意义 是不在于数量 而是在于质量 当若望写七 这个时候 其实是意味着全部 它写信给这七个教会 是意味着写给这七个教会所象征的全部教会 愿恩宠与平安赐给你们 看起来就好像保禄的风格 但是其实是书信的开头 人都渴望的恩宠与平安 是来自三个源头 即是父 子 和圣神 从那今在 色在 并正在 来临的一位 天父 用时间上这三个 细微的差别 你去呈现自己 过去 现在 和即将 临到的将来 这个并不是说 将会是 但是 正在到 来 是来临 中 而第二个来源 就是 他保座前的七神 这个是指圣神 被想像成七种火焰 有七种形式 在礼仪里面 拉丁文 清聖成为 摄特佛 七形 我们也都 讲论到 聖神的七种恩赐 用来表示 聖神的整体 和聖神所赐的 全部恩典 而第三个来源 就是 耶稣基督 那位忠信的 见证者 死者中 首先 復活者 地上 万黄的元首 这三个 重要的投行家 在基督身上 说明 他是忠信的 见证者 更好来说 他是可靠的 保证人 和有信用 因为他 保证天主啟示 和信徒 復活 都是真确的 他是死者 復活的第一位 出死入生的第一人 第一位 復活者 他是復活的 保证人 正正因为 他是经历 这个过程的第一人 并且成了世界的 君王 首领 和统治者 正因为 是这样 他可以 保证信徒 可以享有 恩宠 和平安 跟着 是一种 礼儀式的 欢呼 他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 解救我们 脱离我们的罪 又使我们 成为国道 成为司制 为 侍奉 他的 父天主 愿光荣 和全能 归于他 直到 世世代代 阿门 默士录的罪 是一场礼儀聚会 的确 传达 启示的默士录 是一场礼儀 这本书 有力的行动 信徒因此 而努力 生活 在第九节里面 作者 若望 说明了 全文的 背景 復活的 基督 向他 显现 委托他 执笔 基述 这一段 也是先知 梦照的 典型 聚述 我 若望 就是你们的 兄弟 在耶稣内 与你们 同伏 迫害 同向天国王拳 并一同 坚忍 若望的意思是 我 就好像你们一样 处于困境 好像你们一样 要回应世界的局势 也都好像你们一样 努力抗拒 是一部抵抗的作品 是一种宗教宣言 呼吁信徒抵抗 为了天主的圣言 和耶稣的见证 我曾经来到一座叫 塔塔塔塔摩的岛上 岛上 若望 被流放到去 阿弗所海岸附近的 岩石小岛上 他不能够和团体联系 因为他被认定是一个危险人物 他在流放这段期间 和社会隔绝的时候 得到一次强烈的经验 经文里面 这样说 有一个主人 我在圣神内听见 有些翻译就这样说 神魂超拔 但是我不能够认同 经文里面 没有说到狂起 又或者出神 经文是说 在圣神内 这是先知经验的一种 深刻状态 来自先知 让自己受圣神的引导 深刻的 理解生命和历史的意义 事情发生在主日 星期日 这个是复活日 复活节的日子 刚刚在每周第一天的礼仪里面 我听见身后有一个大声音 如同好觉 我转过身来 想看看是谁跟我说话 他转身就见到一位 好似人子的人物 要十分注意 这个有象征意义的描述 他听到一些声音 然后他转身 转过头来 面对面 这样看到 这个代表了 从旧约进入新约的过程 他先是听到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只有一个声音 然后 转过身来 也就是改变了方向 意思 即是归依了 若望能够面对面 这样看到复活的基督 关于基督无恙的描述 是取自古代众先知的经文 尤其是来自达尼尔和厄质赫尔 你若果现在有圣经在手上 就能够看到经文边缘 有旧约相关的参考章节 那假如 你有耐性去查找这些经文 就会发现 这个由天而来的人物模样 是旧有经文的回责 用已经存在的元素组成的拼添 或者马赛克 若望要说的就是 所有先知曾经论述的人子 和光荣的特征 就是他所见的那一位 这就是复活的基督 有一位好象人子的 身穿及可长袍空束金带 和头发白如样露 结白如雪 你能不能想象基督是白头发的呢? 若望为何这样介绍他呢? 因为在达尼尔书 说到那位永恒之父的特征 是白范 白范 是一个荣誉 是尊专严和远古的头颗 也是象征神圣的元素 正因为是这样 为了呈现耶稣有永恒之父的特征 就以默示文学的象征语言 在人子的形象显出神圣特征 这种文字游戏 是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 传达神学信息 它双眼像火焰 两脚好似 奴中消炼的光铜 声音有如大水奔腾 右手拿着七火星 口中套出一把锋利的伤刃刀劍 面容就像烈日发光 我一看见他 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日一弱 受众物面对神圣显现其中一个反应 它立即软弱无力 它用右手按在我身上书 不要害怕 这个是最初的象征 复活的基督 以团体的首领兼先知的身份 向团体显示自己 他把手放在那个好像死了的人身上 这样说 不要害怕 我是最先的 最后的 也是永活的 我曾死过 看啊 如今我是活着的 直到世世代代 我也是掌握死亡或阴间的药士 这个是主耶稣最清楚的特征 我曾死过 如今我是活着的 就是这样展示了死而复活的基督形象 现在他拥有统治权 也拥有药士 这个是死者世界的药士 他是老板 只有他能够打开死者的世界 他也都愿意打开它 因此 我拥有黑性死亡的力量 所以 写下你所见的一切 然后 发送给七个教会 但是 神仙是 是要望使命的起点 因为他拥有 復活基督的强烈经验 他必须将自己的经验传给其他人 因你见过我 所以 写信给七个教会 跟着下来 是有象征意义的描述 若望 藉此表达 基督在世界历史里面 如何统治 复活的基督 在直接发言之后 继续向若望显然 口受他写信给厄弗所地区的七个基督徒团体 麦士录第二章和第三章 就是这七封信的内容 我们将会在下一集 讨论这七封述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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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广 详